是 准击还得起来 停 开机之后 然后点这个确认键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键点 然后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状态来 这些时间有开机长的形式 它最长的话 这些的话会是 连接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西方 西方打开座 通过这个来配置西方的开关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切颗 或者压痕压力的一个调节 通过这个发动条 来粗条 放下键 来细条 这个是我们一个切颗速度调节 通常连着发动条 可以调节来上下这样调节 这个二维码的话 是我们混合切割的功能 如果把所有的切割文件放到 这个URPLT的文件夹里面去 然后点击这个 二维码界面 点击分数 它就会继续这种扫描 二维码 然后视频再出对你的切割 你点了三平键 然后再点一次的话 它就继续切割 如果你点了三平键 你要重新选择文件 重新开始切 这个键如果就是一键回到 这个nice 就是一键到最远端 这个看的跟切割是可以调解 如果你说这个的话 就是切割压力 如果你切割到这边 这个压力的话 就是重复重复上一份的切割内容 这个太子的就是我们 测试瓜的一个部分 这个键面就是我们用来 拖机移动小车的 上下左右或者是 装夹这种键面都可以来 点击这一块 空白区域的任意地方 小车和盒梁 会对一个进行位移 这个就是我们 西风风闪闪 西风西风打开开关 然后这个就是调节 那个摄像风湿的量度 这个可以调节 这个就是我们光光的量度 就是应对一些 反过来 这些关键都没有用 有用 就是能够防离 如果它这个 然后你点一下这个按键 它小车的话 可以在这里 一键回到你设置 记忆远点吗 记忆远点 这边就是选择文件 然后主要是 如果你没有选择文件 或者是文件没有电容的话 左边这个状态来 如果显示这些 每个 你没有选择文件 左边这边状态来 这边这块区域 它会显示你的切割轮廓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U盘 就从U盘里面 所以我们开始切割 这个是网络库的功能 这个是网络库的功能 就是我们进行的内部 内部斯卡丽功能 然后这上面 我现在插入了整个文件 比如说我在这里选中一个文件 然后我要把 你就点这个copy复制键 然后再换到这个内部U盘 然后再点一个粘贴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 就已经被粘进来了 然后这 然后点复制 这个的话就是 比如说我选中文件 我要开始切割了 我就可以点击这个确认 然后选择分数 选择负责点一个OK 它就开始切割了 这个就是删除文件 比如说我这文件 我不要了 我觉得它在内存 算地方 把你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上来照准 这样东西的刀具 是一个更便宜的一段性 准备了office 现在前方操作是 放一张白纸 然后再安装就不错 然后当时拖一张 然后拖二就要选一大 因为有 因为你需要照着特务 当时拿到你刀转 然后当你拖到时之后 然后你就点这个auto 然后开地板 才会送你照准 在纸张上画一个实情里面 看完这个屏幕上 会弹出来一个屏幕 然后选择OK就做了完成 这两个 这两个是要分别自己做 这个是刀笔重合 我们讲 那也是测试你的切割 然后这个 切割度什么来着 刀笔重合度 然后这个就是自动画 这样一个图案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话说画一个转成一百 正方形 然后这个300是300 你只要不同的水分来水分 这个上下左右的话 这个也是调上去看水分 M2就是在 这个就是切割的一个模式选择 有刻度优先 然后是平衡模式 还有切割模式 这边就是一个刀笔的选择 这个位置跟 现在看小车上面的 造作是一样 这是图片前面的 鼻子压很低的 刀笔上我们测试的一个界面 这个XY就是调左调右 感觉以实体化出来的 这个平衡的程度 进行上下左右调节 推完之后 点一个 拉应保存的参数 如果你要试毁 这个功能是我们用在 戴刀上面的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来调整 抬刀角度 一个便宜的程度的一个参数 这个呢 再送完之后 这个完之后才送之 这个是边切边送之后 这就是 送之距离的 调整功能 直章参数 如果走到电话 就要调整这个 还有这个送之的速度 这个是非常重新点 就是一般用来不议切的时候 如果走上电话 然后可以 可能需要调整这个参数 这个就是期望的一个系列 这个就是一个配切功能的 局正模式的功能 配切功能开 这是官式开 然后这是局正功能 可以选一生二或者是二生 或者是二生 然后这个就是 使用者确认 就比如说你开了局正模式之后 然后呢 这个是指正模式下要测的一个 然后时间的距离 你要可以测量一下 然后时间的距离 它会移到 对应的位置上调整点 这是一个我们配签 在配签模式下 放到点的一个 减锁的一个工具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文件 然后再移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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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我刚才点击的 然后如果没有 好的话 这个刷新 然后接这个 然后接这个 你会有个来自的标准 这个一般 这个就是一个共享文件夹的功能 然后出入你电脑的安定 然后出入你的共享文件夹的名字 这个是匿名访问的开关 也可以有选择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电脑用的名 这就是你的电脑的开机密码 电脑 连接 然后这上面就出现了一个 这个零件 这个是用来检查 如果传感器的一个状态 最后一个件 就是一些机器的配置参数 然后主要的话 就是如果要免成生机程序 的话可以直接选择文件 然后然后确定 然后再点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恢复出厂设施 它会提前这个之后 它这个 谢谢观看